Digital 創作 創作 復工這件事情我覺得還很長遠 我覺得今天先Focus在 如何集結大家想要改變的心 那我覺得能改變都是好事 那有一個起頭 我願意當那個起頭的人 但就像你們說 我需要的力量很多 每一份力量都很珍貴 董哥 今天被他開發是一天的 你之後不是抱怨他嗎 我覺得這個避免不了啦 那主要是因為家屬不希望 有太多的騷動這樣 那我本身可能就在這件事情上面 等於是騷動了 所以我會責任 那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夠 給他們一點空間 不要說用槍那麼嚴重的字 我一直以來對社會的關心 我想四幾年來我開始付諸行動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 第一是讓我覺得很開心很舒服 第二是你也會意識到 這世界真的不只是 少部分需要幫助 很多人都需要幫助 所以這件事情跟我一直以來 想做的是不會違背 後續有很多我們需要協助的 或是該交給應該幫助的單位 我們就會讓他們去做一點 我們能做的就是 做到一個第一是刨磚引玉 再來是提醒 再來後續我們自己真的有關心 不管是這世界這社會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都會用前進跟改變的力量去面對它 那我覺得像我臉書其實 也有讓大家知道我們在做的事情 那至於detail我覺得今天也不好說太多 但是要讓大家知道的是它是改變不是去檢討 因為沒有人願意這件事情發生 就像我們一直以來在改變的是環境友善 然後讓大家的權益都可以被照顧到 那這才是真的跟今天一點都不相違背的一件事情 做公司之後會有什麼過去的事 這個我就老實說就不是我今天想要討論的 因為他們都很有責任性的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樣就夠了 那你組超市工作是非常嚴重 可是沒有人敢出來講這個原因是為什麼 這原因很多啊 那其實我也不是第一次說這件事 那以前我用的力量可能比較尖銳一點 所以大家可能比較難以理解我要去做什麼 或是想要表達什麼 但就像今天我覺得用一個很舒服的力量去傳遞 也許有更多人會一起加入 第一個當然是像這兩位同業之哀 非常非常難過 伊耿榮自己的狀況 他的例子太多了 在我跟他交往的這個八年多 有鋼絲的 有跳海的 有騎腳踏車要下去兩公尺深的洞穴 然後像跳海沒有保護措施 他只跟他講說如果你有狀況救生員會從那邊游過來 蛤 那來得及嗎 好 你不跳 後來新聞就出來說他耍大牌就被爆料 這就是現在這個生態 那將心比心嘛 你先跳嘛 你要演員跳 你來跳跳看啊 不是這樣的概念 我覺得大家可以為戲賣命 但不要玩命 真的不要鬧了 就是目前幕後的大家 這個是一個經驗 透過這個事件 然後包括亞倫的呼籲 因為那個時候我都好擔心好擔心 可是我們因為自己身為同行 你也知道說現場幾十個工作人員 你這個時候不騎這個車全部在那發呆瞪你 你最後只能硬著頭皮騎了 然後掉鋼絲也是 哇 那次急到不行 立刻飆車去領口 我現在想起來都很難過 你會很害怕 那這種事情就盡量不要發生嘛 大家就先做好萬全的準備嘛 拜託拜託啦 我們大家都期待看到好戲 但希望都是開開心心順順利利的拍完 他後來自己也非常的小心 那事實上 當然他也經歷過 比如說被爆料 被說耍大牌 可是我們我們的結論就是 命還是很重要 就算你被誤會 就算你被人家說嘴 我還是希望你平平安安回家吧 那當然他之後接戲 確實也會比較謹慎 也會提出一些要求 包括不要過度超時 好 不要超時 因為這些都是 在這個行業是司空關鍵的 然後比如說 時間到了 我要走了 好像變成是你的錯耶 其實不是嘛 我們合約就是千八小時 那隔天呢 導演就給你臭臉 這戲要怎麼拍 怎麼拍 不要這樣子啦 就大家把這個事情再想清楚 人不是鐵打的 人是肉做的 然後要有同理心 拜託大家啦 你怎麼看這個拍戲安全的 怎麼樣 嗯 這個部分其實問題存在已久 然後我是覺得 如果有人是比較為全體 劇組人員的健康 以及安全著想的話 他其實不應該被解讀成 耍大白火不敬業 那我覺得 就是大家都應該要有這個心 不是超時工作 就是該被稱為敬業 把一部作品做好而不是做完 趕快拍完 不是太正確的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要拍好 每個小時都不遵守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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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